师父 你怎么了 我去找师尊他们 我要去告诉师尊 定战你随时万多 很多事情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的 是因为师父中了毒 你个贱人 尊上一定是你勾引的 我们长留的名声 就毁在了你的手里 我知道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我求求你 不要受出去 那你杀了我好了 我一定不会帮你隐瞒此事的 你这是乱伦 你这是七师灭祖 好 我出事了 你别ch作为你 你些人 我出事了 你 blonde子 这都要走 你把你帮你送 我都走 我去找你的 我去找你 从荓书 你再走 对不起 小谷已经走投无路了 等我将这一切都解决 小谷便会自行离开 一切 都会归于平静的 不好 小谷便有难 小谷便 姐姐 姐姐 怎么样了 发生何事啊 姐姐 我求求你帮帮我 叫我射魂大法 射魂大法 你怎么会突然想学射魂大法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再告诉你 好不好 华春谷 你这个贱人你 你勾引自己的师父 你 你未得反射 往不沦常 你杀了我吧 华春谷 华春谷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师父 原谅小谷 你这边说 我 这些痛苦和不愉快的记忆 师父还是忘掉的好 师父 若不是万不得已 小谷定不会对你 希望有召一时 师父能明白小谷的苦衷 师父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小谷是不是来过 难道我 李萌 尊上 帮我把花千果给叫来 尊上 师尊说过 去 是 骨头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什么事啊 今天 师尹师兄跟我表白了 你说 我该怎么办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就说 唐宝 我好喜欢你啊 能不能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就算师父责罚我 赶我出长流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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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趁我发呆的时候 亲了我一下 那你呢 你喜欢他吗 嗯 喜欢 那就好 以后 以后 你身边有了十一师兄 来保护你 我就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呢 骨头 只要你跟十一师兄 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了 骨头 你怎么了 是不是还在为尊上的毒伤心呢 放心吧 东方走的时候 说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的 我相信他 花金谷 尊上说要见你 师父 嗯 你随我来吧 李萌师兄 我 我今天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 怎么 你又跑到决心殿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怎么可能见到我 我这一天都守在决心殿外啊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尊上 花千谷来了 好 你先下去吧 是 师父 不 尊上 你若不习惯 还是叫我师父吧 小谷 我问你 今天 你可有来过 没有啊 我没有 我本来想来看你的 可是 李萌师兄 说什么都不让我来看你 师父 你好些了吗 还撑得住吗 需不需要 不用了 小光 师父帮你准备了 这几年 你必须要看的书 还有一本蓝册子 上面记载了一些 你今后可能遇到的难题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话 就先翻这本蓝册子 参照上面就行了 师父 过几日 我就要离开这儿了 人生 在挤得了 什么 可能 一份 我 这是 林 200 你 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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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蜀山发扬光大 师父 小谷求求你 我只求留在长流便好 我心意已决 师父 师父 最起码 最起码 最起码再等三天 三天之后就是小谷的生辰了 师父你陪小谷过完生辰 再跟小谷走 好不好 这几日 小谷还想做几顿饭给师父吃 师父 我求求你了 好不好 好吧 那你去跟李萌说 这几日 你就住在绝情殿吧 谢谢师父 我不管 反正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好了 骨头 骨头 我跟你一起走 唐宝 你要记住 我永远都是最爱你的人 但是 长流和十一师兄 才是你最好的归宿 我不要长流 我也不要 反正我不管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是一师兄 唐宝就交给你了 是一师兄 唐宝就交给你了 对不起 你这人的公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同门 三日之后我便要回蜀山了 花千古自入长流以来 承蒙各位照顾 千古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花千古 花千古 不过我们俩现在可是打从心眼里佩服你的 是啊 你要平安啊 来 辛苦 这长流待不下去了 回蜀山做个缩头乌龟也挺好的 就算花千古 花千古走了 也轮不到你当长流手徒 你激动个什么劲啊 满天 住手 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呀 我好怕呀 从今以后啊 花千古就是堂堂蜀山掌门 你见了花千古啊也要行弟子之礼 这辈子呀 你都要被花千古踩在脚底下 永不得分尸 就是啊 就是啊 休想 花千古 我是不会向你低调的 来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来来来 喝 来 干杯 干呀 不酒不喝呀 干杯 喝啊 损醉 你要干什么 你真是 没什么呀 你究竟在隐瞒些什么 我没有隐瞒什么 自从你和尊上回来之后 你们俩均是躲躲扇扇 先是尊上闭关不出 然后 是你被逐出绝青殿 你手腕上有伤痕累累 甚至你要跑到医药阁 去拿补血的药 华千古 你究竟在做什么 如果你不告诉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抖出去 这是我认识你以来 听到你话说得最多的一次 真是难得 怎么 想对我用射环书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师父 师父他中了补原鼎之毒 此事非同小可 拜托你一定要保密 所以你 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你一直给尊上数你的真迹 来延缓毒性的发作对吗 不是的 师父是为了救我 才变成现在这样 那你这些天心事重重 都在想办法救他 对吗 你有办法了 不然你不会那么镇定而坚决的样子 你这次下山根本就不是回蜀山 你是要去寻找解毒的方法 而且解毒的方法很危险 对吗 是的 需要什么 盐水玉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收集其他的九方神器 来让盐水玉复合归位 是的 只要可以救师父 好 我帮你 好 舍父 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 我不想把你拉进来 如果真的有那么危险的话 两个人一起 危险就少了一半 而且 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帮到你 如果被发现的话 按照长流的门规 就算死一百次都不够 你确定吗 千古 我不是在帮你 而是孙上他不能死 孙上若死了 天下就全完了 而且 无论如何 孙上他都要活着 什么时候动手 明天 好 用你的手 借我的锁 跌入这温柔漩涡 正好 我已完成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谷定当 谨遵师父教诲 不再闯祸 小谷 这是为师最后一年陪你一块过生辰了 然后 你要多多保重 师父 我会的 师父 这是小谷特意为你做的菜 来 承认吧 师父 无息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之承诺别怪我 懦弱 请不容你我舍我护你而活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供你沉默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供你沉默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供你沉默 师父啊 能不能把你的刘光晴拿出来啊 小谷今天想为你弹奏一曲 好啊 好啊 青春 落日出地 惆怅 孤舟解邪 鸟巷平无远近 人随流水东西 明月前夕后夕 白雨千里万里 这些是 我都不想拥有 我希望你 你不想拥有 对 我会想拥有 我 想拥有 杀 你不想拥有 好 你不想拥有 你不想拥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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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将这些毒 服衣补药 列好送给师父 祝他得以延续性命 这是谁的毒啊 这是我的毒 因为只有我的毒 才能够暂时压制他的毒性 这是师父 我求求你 我怕他时日不多了 补原鼎之毒虽不易解 我也会用尽一切方法延续他的生命 用不着你来做好人 我找到解毒的方法了 只是这件事情小谷要亲自去做 所以请子勋上线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在我回来之前看好师父 我一定会带解药回来的 若我行动失败 就算是放干自己身上的毒 也会护师父周全 罢了 我暂且信你一次 你快去快回 我会尽全力延缓他毒法 倘若你这次无法戒了他的毒 我会真正让你明白 什么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谢谢你 不必谢我 我又不是帮你 我是在帮子话 我以为 守了子话这么多年 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对他的爱 可细细想来 我这些年所能为他做的 竟还远不如花千古 子话 你为何要收这样的一个徒儿 师父 你等着小谷 小谷一定会把盐水玉 给你带回来的 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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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鳕蹣 少监 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这是干什么 紫华身中剧毒 花千古为了去找解毒之法 托我将它毒毒炼成解药 让紫华服用 以便紫华能够撑到花千古回来 所以 请你让我进去照顾紫华 你先起来 你刚才说什么 你是花千古去寻找解毒之法了 对 这世上哪有什么解毒之法呀 那他也没去说他去哪里了 他什么都不肯说 只说让我好好照顾紫华 这仕途而人一个比一个固执 真不知道花千古在干什么 事到如今我们别无选择 我看他一脸决绝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能选择信他一回 如尊此事性命攸关 求你成全 你进去吧 只是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让师兄摩颜知道 千万不要让师兄摩颜知道 你 小谷呢 他已经回蜀山了 回蜀山了 对 我把他赶回蜀山了 你不应该对他隐瞒你的伤势 不愿顶得多 无药可解 说出来 只是涂天烦恼罢了 子华 对不起 都怪我 你不应该对不起 那些人 你不应该就是 你不应该是 你的 你不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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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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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唐宝 唐宝 你忘了千古里走是跟你说的话了吗 那 那他也不能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哎呀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你相信我 千古还会回来的 可是他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呢 哎呀 他是为你好啊 再说 你舍得实义师兄啊 嗯 我不管 反正我只要跟骨头在一起 哎 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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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唐宝 师父 你看见朔锋了吗 哦 千古今天回蜀山 他特意请求朔锋护送他回去 什么 他送花千古回蜀山了 对啊 不会的 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你别看朔锋平日冷得像一块冰一样 可结果呢 对花千古啊 他是那么的痴迷 哎呀 真是世事难料哦 你胡说 这不可能 漫天 你们都骗我 我要去问个明白 哎 漫天 你明明知道你还 你看他那样 我只不过是小小的惩戒他一下罢了 就是啊 你呀 哎 哎 哎 双风 双风 双风你给我出来 双风 原来你真的跟花千古一起走了 哎 哎 子花 你绝对不可以有事 哎 花千古都回蜀山了 你怎么还有空在这儿炼香呢 他去蜀山不是很好吗 这样就没有人跟你争了 没那么简单 他自己走就算了 居然 居然还把双风给拐走了 你是妒忌他吧 妒忌所有人都围着他 你 你就告诉我 有什么办法能够动过花千古 这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饶了他 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之前 你要是敢动花千古一根毫毛 我就让你死